我寶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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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你今生的善良用錯了地方,寶貝 寶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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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28歲名為蔡天房Ebby被殺慘案 連日來廣受世界各地網民關注 Ebby慘遭前夫一家毒手,遇害後更慘被肢解攀屍 實在是慘無人道 今天早上,Ebby的家屬在案發後首次公開亮相 他們在警方陪同下前往臉房認屍辦理手續 之後又前往Ebby遇害的大埔龍尾村單位外 為她進行招魂儀式 因為今天也正正是Ebby的頭七 現場的氣氛非常悲痛 Ebby的媽媽五者撕心裂肺的哭喊聲令人心碎 而奶奶也非常心痛的媳婦 將善良錯婦惡人 最後令自己落得悲慘下場 Ebby生前的好友向記者透露 在發現Ebby遇害之前 五者有一晚曾經夢見的女兒 當時在夢中的Ebby說 自己正身處大埔一個地方 而且還有很多狗肺和猴子 由於五者從來都沒有去過大埔 但就發了個這麼奇怪的夢 於是她立即將這個情況告知警方 想不到最後真的在大埔發現了一個女兒被害 令到全家上下都認為是Ebby向媽媽報夢 五者又說自己連日來一直都有夢見Ebby 她希望女兒有些什麼都可以跟她說 世上最痛莫過於白頭人送黑頭人 誓者而言 希望五者靜愛順別好好保重身體 敵人